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理说呢 作为英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的长子 查尔斯王子早该继承王位了 但是英国女王却迟迟未退位 菲利普亲王曾在2017年某私人晚宴上向众人直言 儿子查尔斯无力担当英国国王 他与女王如此长寿就是为了阻止查尔斯继位 由菲利普在众人面前所发表有关查尔斯王子的言论 可以推测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和睦 2005年英国王室传记作家佩尼·朱诺出版了王室一书 在此书内可以寻找到了一些 有关菲利普亲王与查尔斯王子关系的描述 书中朱诺称菲利普亲王对查尔斯王子极其严格 以至于查尔斯王子十分惧怕这位父亲 直至现在无论查尔斯如何努力 如何最终是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相较于对查尔斯的冷漠粗暴 菲利普对于赤子安德鲁 阿尔伯特克里斯琴态度就更为亲和 也更为满意 查尔斯九孙就读于哥登斯顿学校 那是一所纪律原名的学校 虽然贵为王子 查尔斯仍然需要在那里接受 严虑的打磨 查尔斯念高中时 课业是成绩不理想 还遭遇过同学的暴力 原因是他打呼噜 即他是一位王子 这一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查尔斯的性格 菲利普为了使查尔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 强硬不畏的男子汉 自小便对查尔斯采用了严厉的教育方式 诸诺称 据目击者称 他经常让这个男孩流泪 无幸的是 查尔斯在此宠教育下 逐渐走向了菲利普所期待的相反面 查尔斯最善良 但是却软弱且十分敏感 情绪也是非常不稳定 据称查尔斯还曾经像得过间接性的忧郁症 查尔斯的性格让菲利普对他更为不满 甚至是鄙视 菲利普一直希望查尔斯是女孩 因为查尔斯的性格完全不符合 他对于一个优秀男人的标准 同时查尔斯也是不满肤浅对他的态度 这导致两人的关系意志不合 查尔斯王子在婚姻上是忤逆菲利普与女王的 但是一定程度上 查尔斯的行为其实也是受菲利普的影响 1981年查尔斯与戴安娜举行婚礼 查尔斯的第一次婚姻很有可能是被皇室安排的 因为查尔斯似乎对于王妃戴安娜并无太多的感情较为冷淡 查尔斯与戴安娜完婚之后 仍与前女友卡米拉帕克鲍尔斯保持亲密往来 戴安娜王妃发现此事之后十分沮丧 她选择直接当面的质问查尔斯 当然查尔斯却说出了菲利普曾对她说过的话 菲利普告诉查尔斯 如果对戴安娜的婚姻并不满意 查尔斯就能够回到前女友的身边 同时戴安娜也是无法接受查尔斯的态度 因为查尔斯似乎认为她对婚姻的不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几乎所有王子都会有自己的情妇 事实上菲利普并不同意查尔斯放弃与戴安娜的婚姻 这在她看来这并不理智 她曾试图阻止查尔斯与前女友卡米拉在一起 然而这次查尔斯未选择妥协以取孕父亲 她不愿与戴安娜和解 由于查尔斯的坚持 菲利普与女王无奈之下 只能是让查尔斯与戴安娜离婚 因为查尔斯的外遇事件 已经成为了英国民众的饭后谈资 这实在不利于维持英国皇室的形象 查尔斯是1996年8月与戴安娜离婚 并在9年之后迎娶女友卡米拉 查尔斯的第二次婚姻并不受皇室欢迎 因为菲利普与女王并未出席此次婚姻 直至如今谈起查尔斯王子继位之事 相当于部分英国民众不愿让卡米拉成为王后 查尔斯的成长之路充满自卑与泪水 刻意成绩的不出色 让这位王子似乎有一点找不到出路 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但好在他碰见了愿意赞美他的人 查尔斯的老师罗伯特·沃德尔曾赞美查尔斯 查尔斯有一双非常善于观察的眼睛 不得不说敏感的查尔斯确实擅长观察事物 罗伯特·沃德尔的赞美也是让查尔斯感到自信 查尔斯由此走入水彩的世界 查尔斯拿起画笔之后便未放下 多年的学习与热爱让查尔斯成为了一位成功的画家 查尔斯开有一家网上礼品店 店内是有他的画作的复制品 尽管是复制品 这些画作也是卖至了2500英镑 除了在网上礼品店销售画作 查尔斯也是将其作品放于画廊 他靠着水彩画得到了丰厚的收入 英国有调查称 英国画家平均年收入仅1万英镑 但查尔斯却是他们的20倍左右 查尔斯的水彩画得确实不错 查尔斯王子最得人心的是 他并未将卖画得来的钱财收归囊中 而是将之捐给了威尔士王子慈善基金会 查尔斯因为绘画也是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可 查尔斯与英国大师级画家戴维霍克尼 两个人的画呢 于2005年在伦敦国立美术馆展出 有人称查尔斯是极具才华的画家 也有人称他是画作甚至超越了戴维霍克尼 画画将我带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让我从中体验到 其他活动无法给予的坏人一生的感觉 查尔斯通过水彩寻找到了一些出路 他通过水彩得以进心 暂时远离公众 最重要的是他能在此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曾有报道称查尔斯王子希望继承黄世遗产 然而由于菲利普先王与英国女王的不认可 他迟迟未能继承王位 或许查尔斯王子的确不适合继位 据说他在应当履行的皇室职责上并不上心 且在物质生活上较为奢侈 但无论如何 查尔斯王子在绘画方面 却实算得上是优秀 且如朱诺所写 他是一个善良的 希望为民众改善生活的人 只是由于性格的软弱 使他无法胜任此工作 1981年举行的童话婚礼 却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局 在经历了浪漫梦幻浮华 骁动争吵等琐碎的生活之后 戴安娜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查尔斯喜欢的人 而在查尔斯的心里一直被一个人占据着 也正是查尔斯与卡米拉的这段关系 对戴安娜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这也是让戴安娜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 谎言和不忠始终围绕着这段婚姻 感情破裂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东西 而戴安娜与查尔斯的紧张关系 使得身边的工作人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因为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他们也只能看着他们剑拔弩张 毕竟这是他们夫妻俩的事情 曾经为在约查尔斯 以及戴安娜身边的工作的工作人员说 那段时间犹如地狱般可怕 查尔斯和戴安娜的结合 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自从哈利王子出生之后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关系就每光愈下 到了1988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分房税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从床共枕了 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分裂 使得他们的工作人员左右为难 但是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有一段时间戴安娜常独自的一个人去伦敦 她没有带任何保镖 但人们发现戴安娜失踪之后 便发动了所有的力量去寻找她的下落 好在每一次她冷静之后都能够完好无损地回来 但是戴安娜的失踪并不能让查尔斯心回意转 查尔斯依旧是没法和卡米拉断了联系 戴安娜最终也只能向伊丽莎白二世求助 讲述查尔斯过分的举动 戴安娜认为查尔斯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找情妇 也是菲利普亲王的态度坚定了查尔斯的想法 因为菲利普亲王对查尔斯说过 假如你的婚姻不成功 你可以在五年之后回到她的身边 当戴安娜质问查尔斯的时候 查尔斯给予戴安娜的反应 便是似乎她找情妇这件事情 并不是什么可耻的行为 甚至与查尔斯还反驳戴安娜说 我拒绝成为一个唯一 一个没有情妇的威尔士亲王 或许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看法是相似的 于是戴安娜将求助的目光 转向了自己的婆婆伊丽莎白二世身上 当英国女王得知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婚外情 已经成为了公主于众的事情之后 英国女王不然大怒 从正常人的思维来看 婚外情始终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闻 事后伊丽莎白二世 曾多次警告查尔斯让她适可而止 并且声称自己永远都不会原谅卡米拉 并将卡米拉成为邪恶的女人 为了惩罚卡米拉 英国女王还禁止卡米拉进入宫 在这场婚姻里 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把这场婚姻破裂的原因 归咎在查尔斯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心弱不在你的心上 再怎么挣扎也是没有用的 离婚的那一天 戴安娜和查尔斯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 好好的听对方的想法 最后这两个人呢 是含着眼泪的分开了 虽然人们并不清楚这些眼泪代表了什么 假如这两个人能够早点分开的话 或许结局也不至于这么难堪 这么难以挽回了 虽然戴安娜婚姻不幸 但是她却给予了孩子们幸福和快乐 离婚一年之后 戴安娜在巴黎出车获胜了 而2005年 查尔斯与卡米拉终于顶住了各方的压力 最终还是就到了疫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